欢迎收听日日之声 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日日之声 双语广播节目 日日之声 双语广播节目 大家好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每周一到五会带来记载与日本有关 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欢迎收听日日之声 EP 63 今天呢 有一个我们回归 回归的事情 对 我们要开始侧录咯 嗨 大家 如果 有习惯是看YouTube的可以回YouTube看 应该没有人习惯吧 但你点阅超悲惨的 超可憐的 不过没关系啦 我们的美貌还是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这现在好像是因为什么疫情吧 还是还是 对 疫情加上夏天太热 所以我们就没有侧录了 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是我家客厅 然后我家客厅是没有装冷气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是因为在录音嘛 所以我们就不敢开那个电风扇 开太强 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窗户都关起来 因为我家是在市区 外面是车水嘛 车子超大声的 对 所以我们所有的窗户 就是阳台窗户跟窗帘都会拉起来 然后就会超爆热 所以一定得就是冬天的时候 才可以在衣驾到外面 冬季限定 对 以后如果有幸可以装冷气的话 那就是可以一直保有这样子 侧录的习惯啦 好啦 那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几则 就是上周日本发生的几个 比较大的事情吧 好 然后第一件事 应该算是最近这几天这几周 好像都有提到的就是那个 曾子公主出嫁的事情吗 对 已经顺利的成婚了 对 上礼拜全部都是她的新闻 没错 这礼拜也是啊 哦 这礼拜也是哦 一直在追呢 你有看到这几天新的吗 有啊 有啊 然后我其实也有看到了 就是网友在说 就是前几任公主出嫁 就是荀子公主 嗯 嗯 他们还有 呃 前 前天花 亲子 对 对 亲子 现在变成黑木亲子的那个 嗯嗯 亲子公主 她出嫁的时候 他们开着记者会 前面不是都会放一个像是花篮 花圈 就是比较正式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喜庆感 嗯嗯嗯 所以他们就会放一个花在他们两个中间 然后他们就是 感觉很开心的 在跟大家公布这个喜讯的感觉 就开一个记者会 跟大家说 他们已经要结婚了 或是什么 在在讲他们结婚的事情 可是像 曾子公主跟小事龟 他们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看起来很像就是 道歉会吗 你不觉得吗 他们就是走出来拿到先一举功 他们有说原因耶 因为曾子公主不是有被确诊 一个疾病 嗯嗯 那个一个英文的 诶你怎么背起来 对 他就是有精神 就是他会很悲观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们 那边判断说 就是曾子公主没办法 正常的回答记者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的记者会变成说是书面的 哦对对 他们是拿着一张纸 就他们桌上已经有一个稿了 他们就是拿起来那个稿 然后念完那个稿 然后就结束了这个记者会 对 可是我还是觉得中间应该要放个花啊 就是嗯 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是一个喜事 是啊是啊 对啊对 然后其实勾仔他们真的是很很努力耶 你有看到他们就是结婚第一天然后就开始跟拍人家吗 有啊有啊 结婚后第一次外出 然后就从他的 就是车子里面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 因为他们要去纽约生活嘛 所以他要去换那个国际驾照 然后就跟着他们去那个 日本类似监理所的地方这样 然后一路跟拍 他们大概这辈子都逃不了这个命运 可是我觉得可能 真的搬去纽约之后 就可能第一年啊 第一年还是会一直跟一直跟 听说美国那边还会派一些警力去 一定啊 因为毕竟是一国公主 然后还有那个住在美国的那种记者 因为他们就是说 曾子公主以后就是在纽约生活 会自己开车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在开 他们就有一个日本记者就开着一个车 然后在纽约街头上开 他说你看这个车很难开 对于曾子公主来说 应该没有很好 就是不友善的行车环境这样子 然后就说你看有一个人就违规穿越 怎么这样子以后 曾子公主这样开车压力很大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想说你少跟人家 你少一直在那边报道人家 人家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啦 真的 对啊 然后关于曾子公主跟小事龟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你早上有帖 对就是 小事龟他之前去美国留学嘛 然后在那边已经找到那个法律事务所要雇佣他 而且是很知名的法律 然后给他很高的薪水 对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最近他那个律师考试的那个结果出来了 美国的律师考试 对 结果是好像是没有过 对啊 就 然后他内定的那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好像也把他的照片什么资料都撤掉了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这个工作就都没了 可是他们撤掉的意思应该是没了吧 哦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说好 哎你过了就给你这个工作 啊你没过这个工作的 就跟日本一样啊 就他们还没有考上之前 在等结果的时候就会去找工作 啊如果你最后的结果是没通过 那内定就是被取消 那跟大律师那个时候是一样的概念吗 对 所以大律师原本不是也是在 一间律师事务所单啊 实行生 实习生 见习生 没有没有啊就是内定 他就是已经是员工了 啊如果内定的意思是 就是譬如说一年后 你毕业 然后你确定你有考上 我就雇用你 啊如果你没有毕业的话 这个这份内定就取消 就没有了 对 就抢人才啦 他们要抢人才 就是用这个手段 先把你预约起来 对先预约起来 哦原来如此 可是条件就是你要毕业啊 啊你要考得上啊 对啊 这样可以理解 好啦祝福他们在纽约 幸福美满 然后律师有补充说就是 就是因为一阶说 之前有跟我说就是 美国的那个合格率不是很高吗 对 就是比起日本的话 好像就63% 我是看到一个 日本的雅虎 有一篇报道 它上面是写说 所有第一次考美国律师 考试的新人们 就第一次考的 有78%的几率会一次就过 然后我就想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多想 我就想说 78%很高耶 哦没有啊日本很低 对我就想说 哎美国第一次考 就是是好考的意思吗 是啊 然后可是Hika就跟我说 是为什么会通过率那么高 是有别的原因 对就是因为 日语其实说就是 美国的那个 low school 就是法律学校 哦 不好进去也很难毕业 就跟台湾医学系 就是对跟医学系的概念很像 就是你很难考上嘛 嗯所以你考上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对所以基本上精英要考试 就已经就 大家都会过嘛 哦对啊 哦原来如此 那可以理解啦 我之前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可是我已经忘记 它是从哪里听来的 嗯 但是如果有错的话 就听到再跟我纠正 就是 我有听说过以前 就以前那个年代 嗯 的美国考律师 假设说 假设说 比如说 第20题好了 嗯 然后比如说 A B C 4这种答案 嗯 它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它 不是像台湾会有白纸黑纸 这一题标准答案就是C 你没选C你就是错 嗯 全C你就是得分 嗯 他们就是比如说 这一届比如说100个考生 有80个考生都选C 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哦 他们觉得说 法律是一个火的东西 好酷哦 所以当大家都这样子认为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可能现在 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说 这件事就是对的 嗯 然后我就听到我就觉得 哇 好 好美国哦 这在华人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啊 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 就会被我们这种亚洲人钻漏洞 哦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故事是说 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 去美国读法律 诶 读法律的学生 嗯 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群组 嗯 就说好 如果你那一题你不会写 你就 就你不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你就 大家都同意写某一个 就可以影响整个 整个考试的走向这样子 然后这个制度后来就被改掉了 哦 现在没有了 对 可是我忘记是从哪里听来 这一件事的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这个我不敢跟大家保证 嗯 对 但是我就有一个这样的记忆 嗯 嗯 这是关于 美国法律界极微少数的 某个小知识的感觉 嗯 嗯 好啦 就是其实小事归的事情 就大概到这样子 我觉得很酷欸 就是 我觉得日本人 大部分对皇室 是无感的 是吗 可是 对 有吗 他们就会觉得 哎 他们很棒 就我有问过好几个人 就说 哎 现在不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日本不需要皇室吗 有废皇派啦 对啊 嗯 那 你们是喜欢 你们是觉得 觉得皇室需要吗 还是觉得废除比较好 嗯 然后 我就说 现在觉得要废除的人 是多数派吗 嗯 然后 我听到好几个人跟我说 哎 没有啊 对皇室无关心的人 才是多数派吧 所以他们 我们讲这种话 其实有点可怕 因为 有一些人如果听到 就是我们在讨论说 哎 要不要废皇室 就会觉得 哎 你在公什么 不管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啊 对啊 可是我就觉得很酷哦 就是 如果那么多人 都是无关心的话 那为什么小事归的新闻 大家都这么关心 所以 那个啊 转角国际 他们就有一篇 叫做什么 一亿元的 后妈妈 还是什么的 就所有的日本国民 一瞬间都变得 好像很爱 真子公主 很关 是为了真子公主好 然后 在那边 对小事归 闲东全息 这样这样之类的 对啊 就是变成这样 好 风光过去 应该就没了 我也觉得 就是过个几年 然后大家就是 可能有点没兴趣 或是没什么新闻 可以写 对他们关注 然后又变成无关心了 可能下一个就是 爱子公主 不然就是家子公主 的新闻了 他们两个好像 我觉得爱子公主 也是有一点辛苦 怎么了吗 就是那个啊 他之前不是 报寿吗 然后后来 他也算是现在 天皇的 唯一的一个 女儿 独生女 然后现在不是 也有在吵说什么 我希望有女性 女性天皇 跟女性 宫室 宫室 宫廷 要就是 女性当 天皇的意思 对 然后或者是 女性公家 要帮他 他以前也有几个 对啊 所以就是 可是好像听说 那个幽人 出生之后 这个话题 就没了 可是幽人才一个 他们唯一的 年轻的男生 就只生幽人一个啊 只是一个耶 全日本一亿多人 然后皇室 就只剩下 一个男丁的感觉 一个年轻男丁 幽人的第二年轻 就是他爸爸了耶 嗯 是啊 很恐怖的一件事耶 好 好吗 我们对于皇室 也是蛮关心的 不觉得吗 我们每周都在讲 自从做的那一集专题 嗯 我们就会一直去看 对 我们就滑到 欸 那个NHK 有一个叫做 皇室的 就是 比如说 不是会有什么 财经新闻 社会新闻 什么什么新闻 会有一格是皇室 对 所以我都会点进去 女人去看 然后有时候会放 他们的生活照 然后看起来就很 就摆拍你知道吗 他们就会这样 就是会 一起做出 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就嘿嘿 这是他们的工作啊 对 这是他们的工作 对 好 然后下面几个是比较 演艺新闻吗 是我有发现的 什么 就是那个 perfume啊 哦 这个 对 我有看到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 男生是谁 对 就是那个 perfume的阿蒋 嗯 要结婚了 他 他 对 然后他结婚对象呢 是我觉得超级帅的一个 所以你认识他那个对象 对我认识那个男 就是我是比较认识 那个Yuki的 我是比较不认识 perfume的阿蒋 诶 他们是结婚 还是只是交往 他们认真的交往 哦 我以为是结婚 没有没有没有 他有 有在讨论这件事 可是就是 爆出来说 他跟那个Yuki 是认真的交往 好 我现在跟大家说 那个男生是谁 他就是 从小是童星 然后现在是模特跟演员 然后呢 他就是有演双城公寓 旧东京片 然后他在里面超级帅 你有在看双城公寓 他就是 他就跟Misaki那个 那个CP 我真的觉得 哦 真的好帅哦 我真的 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人的 好 然后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 是 有一名YouTuber 叫做Simon 就是专门在做实镜秀的 哦 我知道 对 然后你知道他介绍 旧东京片 他们 这个Misaki跟Yuki的CP 之后 我还特别回去看 他们就是交往的那一集 就是他真的 那个Yuki 所以你还是有看过 双城公寓了吗 有啊有啊 我就看那一集而已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 没有没有 没有兴趣 对 啊我就觉得他们就是 对 但男主要真的是太帅了 我 我还好 嗯嗯嗯 没有没有 你要看那个影片 你要看他 我会把那个 Simon做的那一集实镜秀 他专门就是在介绍 Yuki的那个CP 嗯 请大家点进去 哈哈 就是 你就会想说 他是 女主 他是那个 美 就是那种少女漫画的男主角吗 就是那种完美的那种男生 你知道吗 就 长得又帅 然后又高 又超级温柔 然后又超级喜欢那个女生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 是漫画的主角这样 好吧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多久之前的 那个啊 影片 呃 你是说 双城 这个双城公园 就旧东京片 可是我不知道是20几年 20一几的耶 是啊 刚刚查了一下是2012耶 对是很久以前的 快十年前了 超级帅耶 嗯 可是他 那个节目一结束之后 就跟那个女生分手 啊 所以呢 是为了 为了影片而交往的吗 我干了 他那边看不出来 他那边看起来是真爱 他看起来这辈子 只会爱那个女孩子而已 对 所以最后还是分手 算 好啦 反正就是这个新闻 让我 就是 嗯 重返了那个记忆 对 就是那个 他跟阿蒋 就是认真的在交往 好吧 对 我推荐所有人 去看那个影片 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Simon的影片 他讲 他讲得很好 因为我记得 Simon不是都做一些 很奇怪 俄罗斯的影片 那个 通灵之战什么的 他最近开始挖掘那个 双城公寓 他 他涉略很广 真的很广 他们那个频道要 要出片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你要先把那一期 石巾秀看完 对啊 那你要 你要写 还要整理 对啊 你要写那个感情线 对啊 我觉得很厉害 难怪就是在做石巾秀 只有他 嗯 好像 好像只有他在做 对啊 比较有名的 嗯 好 然后下一个 也是演艺相关的消息 就是第72回 NHK红白歌合战了 已经决定主持人了 非常的快 对差不多这个时候 就会出来 对 好呢 是穿口唇奶 超级可爱 怎样 你知道他吗 我知道啊 嗯 就是那个 什么飾る恋爱 嗯嗯 什么的 那个女主角 就无感的那一位 那个流星 我们两个都流星 比较无感 对 然后 他就今年开始 就是没有分 红族主持人 跟白族主持人 哦真的哦 对 他就直统成 就是主持人 这样 然后是由 刚才说到 穿口春奈 跟大全阳 还有 和酒甜麻油子 就是由这三个 来主要担任 主持的角色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 不再 对 他的 那个新闻稿是写 不再分 红族主持 或是白族主持 就是只有叫做主持人 对 好吧 没错 以前都会 还会分那个颜色 他们就会穿 自己的衣服 对 他们都穿的超级好看 嗯 嗯 真的很 每年都要看 我每年跨年 几乎都是跟张老师在家 看那个红白 看NHK吗 我们都是看两 就是我们会开两个 然后一个就是台湾的 所有的 就是那个跨年演唱会 然后就开始转 转就是 看哪个艺人在表演就转 然后那个NHK的 就是红白一直在播这样 好像最近几年都没有在看 什么跨年节 都是 好像都是等人家剪精华 哦 才会去看 哦 为什么没进去 十二点就睡了 很老了 对 对跨年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就会 就是 去年前年都是有放假的情况 就会觉得 就可以一起 熬夜熬到很晚 一起跨年啊 然后看那个演唱会 就是度过一年的感觉 嗯 嗯 好哦 好 然后 还年轻 还年轻 我没有 我四舍五路还是二十 闭嘴啊 哈哈哈哈 好啦 然后下一个比较无关紧要的小消息 就是 2021年了 所有小宝宝出生的名字排行榜出来了 现在的小孩子的名字都好酷哦 我觉得很美 我觉得取得超好的 好 那我跟大家 就是 我们来念一下好了 嗯 就是男生第一名的呢 叫做 哈鲁头 嗯 叫做汉字写作杨祥 像那个排球少年的那个主角叫做秀佑 秀佑是相反乡一样 对对对对 他是杨祥 很不错的名字耶 我觉得 看这个汉字 寫起来很好看 对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女孩子的名字也超级美的 好 我们来念女孩子的第一名的名字叫做 紫木 嗯 嗯 然后他的汉字是写那个纯佑的佑吗 对 佑 就是一个秘字旁 然后一个佑 佑 理佑的佑 嗯 就一个很 该怎么讲 合名吗 以前没有看过这个名字耶 对呀 然后第二名的也很可爱 可是第二名算比较常见 嗯 叫做令 对 令 令就是那个威风凛凛的 嗯嗯嗯嗯 的那个字 然后第三名的名字也很可爱 叫做ココロ ココロ ココロ 嗯 ナビ ナド ナド ココロ 哦 好 ココロ还好 ココロ听起来这个评价美好像 可是因为他写的汉字很酷 他是写心 心脏的心 然后印花的音 这个很キラキラ 的感觉 还好啦 真的吗 这个算还好吗 还好啦 好 至少 ココロ ココロ是有对应到心 对对对对 对好吧 不是乱拼的就对 不是乱拼的 那男生第二名呢 看一下男生第二名 男生第二名的也蛮不错的 很像男主角的名字 嗯 叫做哈雅 提 嗯 哈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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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听说名字的那个重影 都会放在第一个 哦 比较多 原来如此 叫然后他的汉字写作 煞吗 对 煞爽的煞 还不错耶 那个旋风管家 的男主角哦 哦他就叫这个名字吗 林奇煞吧 我记得哦 就叫做哈雅提 对然后第三名的也还不错耶 第三名的叫做 阿欧 就阿欧 阿欧 就蓝色的那个 意思 然后他的汉字写作 嗯 碧蓝幻想的碧 哦 我觉得还不错 都就跟高桥兰的蓝 虽然他是年龙 就是 名字是写蓝色的蓝也很酷 对 就是 这一代的 都 新名字 那个年轻人的名字都跟我们以前知道的名字都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种不一样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比 换一个朝代的感觉 对对对 比前一代的感觉还好听多了 我记得 以前 我们高中时期的 对 这种排名 都会有什么什么人的 什么什么人 什么 柏人 呃对 所以我就记得很多 何人 什么拖的很多 哦 就一代一代 大家流行的不一样 原来人 我觉得非常酷 好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 就是 有趣呢 如果有趣的话我们好像可以 就做个历年来 然后那个名字的变化 有一些YouTuber channel有在做这个 真的吗 就是他会 跑那个 那个数据图给你 每一年就跑那个 名字 折线图给你看 你说这个名字看流行流行 然后就是 那种影片超多的 原来如此 好啦 那我们把这一个 报道的连结也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 他是有写到第几名啊 20 很多欸 对啊 15名 对 好 然后下一个话题呢 其实就是 我们以前做过的某一个 专题的延续后续的新闻 真的是好扯哦 对啊 这个新闻呢 是啵啵在我们录音前一秒 就贴新闻过来给我们 好 你要讲吗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有做一集就是 迷之高雄的涂鸦 对 妈妈手涂鸦 就是在高雄其实在街头上 你仔细看的话 是会看到很多在街头上 会有一些意义不明的日文字 对 然后 然后这个妈妈手就是一只很像老鼠的涂鸦 对 然后下面一定会写妈妈手 片价名 嗯 对我们有一集是在专门在讲这个 妈妈手是什么意思 然后原因是因为是那个本本老师 因为他也喜欢拍照嘛 对 他就喜欢到处乱拍 然后他就收集了很多妈妈手的照片 对 涂鸦在高雄各地 嗯 收集到很多妈妈手的涂鸦照片 然后上传到他的推特 对 然后就爆红 那个推特就爆红 嗯 结果就很多新日本的新闻社 就去问他说可不可以引用他的照片 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就迷之涂鸦 对 这个大概是一两个月之前的事情吧 你是说我们做妈妈手吗 嗯 还是他那个爆红的事情 我们同个时间做的啊 没有妈妈手很久了 应该是说本本老师上传的时间吧 他上传爆红 他上传爆红 对 你是说最早这个妈妈手出现在什么时候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不是好几个月之前吗 三四个月吧 没有啦没有这么久吧 没有这么久吧 记忆是很久以前的 然后呢 这个妈妈手呢 他居然出现在台东的绿岛 整座岛都被乱涂鸦欸 然后就绿岛居民就很生气 然后就把那些涂鸦全部都拍照起来 然后上传到 嗯 他们好像是当地的社团吧 然后就又被新闻引用了 对 那个社团里的贴文 然后当地人就觉得很生气 然后就发现那个 喷漆的那个妈妈手的作者 他是 特别会避开监视器 然后在那边 岛上那边给人家乱涂鸦 啊涂鸦的人吧 就是要破坏公务啊 可是 这个就是他们的精神你知道吗 是吗 是啊 是啊 这个好坏欸 那个台东的人一定很生气欸 就想说你们这些都市宅 他们 那个新闻还去找日文老师 就说日文老师 说那个妈妈手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妈妈是 妈妈的意思 哈哈 哈哈哈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什么 很像葡萄牙语吗 还有什么什么 那什么法文 我们自己做自己都忘了 我就跟你说很久以前了 我已经忘记了 好 没关系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那一集啊 好 所以就是那个妈妈手呢 除了高雄之外 台南啊 然后 绿岛啊 都出现了 它会继续扩散在台湾的每个角落的 所以如果 哪一天台北的某个 妈妈手的话 嗯 就表示你已经被入侵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人抓得到那个妈妈手的涂鸦作者 哈哈 不知道他作者是只有一个人 还是是一群人 还是是一个人先喷了一个 然后就很多 他下面的就扩散 那些涂鸦仔就会 欸 妈妈手名气很大喔 之类的 不知道欸 不知道 嗯 迷之 迷之涂鸦者 对 好啊 然后下面还有写什么 什么乱涂鸦罚者是多少 什么什么的 你说新闻下面 下面 就开始呼吁大家不要乱涂鸦 然后会有什么什么惩罚这样子 嗯 好啦 其实这周就是 也是跟大家聊蛮多的 有的没的话题 真的 我们这礼拜 我们出去玩欸 好难得喔 嘿啊 我们很努力 然后Hika还有剪了一支 就是我们 出去玩的流水帐的影片 我觉得还不错欸 对啊 只是没有人在看 都我们自己在看 出去的人 自己看 当回忆在看 嗯 我们 按用iPhone拍就拍起来很不错欸 嗯 我们这个也就改用iPhone拍就好啦 可是 iPhone的话 就没办法 就是 跟这个同步 哦 就不能后置 有点麻烦 不知道为什么 iPhone的档案 他都不按照顺序排欸 哦真的喔 超级麻烦的欸 就是他都没有按照时间 就是乱跑 哦真的喔 就是一支是这个 然后又跑到就是 顺序都不一样 超煩的 他那个档案不知道是怎么样 对 还是是我们不会用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出去 我们是去嘉义王嘛 嗯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跟 婆婆还有阿球去拍照 就是去他们 他们说要去拍网媒照 我们就跟着他们去 我完全不知道 我去的那个地方是 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可是他们说要去我就跟着去 对 其实真的蛮漂亮的啦 肉眼看那个天空的颜色 就是那种很像日剧 哦对对对 青春偶像日剧里面的那个色 嗯哦 就是那个天空的色 嗯 然后他那个EJ有po那个相片 对对对 在我的IG上面 在我的IG上面 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店来看 Hika的那一张照片 真的是超神的欸 那一张可以卖版权给 保框力水德吧 还好吧 然后旁边就只可以 可以直接放一瓶保框力在旁边 完全无微的感 就是保框力水德的那种 广告的设系 对不对 就刚好天空的颜色很漂亮 对耶 天空颜色真的很美 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 还有一个阿伯 走过来 然后就是我在拍的时候 然后阿伯走过来 然后就跟我说 他就对我说 欸你那个眼神在看肩膀下 然后你眼睛在在低 头在低 然后他说对对对 然后就帮我拍了一张 然后就说 你要这个照片的话 我们加一下联络方式 他有说这句话 我没听到欸 有啊有啊 他就说 照片你加联络方式 我就传给你这样 可是其实我蛮想要那个照片 我觉得他拍蛮好的 然后那时候 啵啵跟就是阿球 就是那种警报大响的那种感觉 我也是警报大响啊 我也是警报大响啊 就觉得他是一个怪阿伯 然后我就其实觉得 欸还好啊 我就觉得 嗯 我蛮想要那张照片的 所以如果那个阿伯有看到 我们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 怎么可能呢 可以私信我 把那张照片给我 我觉得他拍的蛮好的 虽然他真的有点怪 我会怕欸 就是太 太突然了吧 他突然的靠近 突然的拍你 他没有说 他没有问你说我可不可以拍你 对他没有这样问 他就是走过来 然后就可以技术指导 然后就拍我 然后就结束 然后发现 就是因为他可能发 发现阿秋跟破破有点 对他有点 敌意吗 冷淡吗 嗯 然后他就默默就飘走 他整个人就不见了 这样 而且我还在摄影 对你还在摄影 我有在拍 你有你有拍到那个阿伯的 那样怪怪的样子 真的假的 有有有 可是我剪掉了 剪掉了 对我相信那个阿伯 应该是没有敌意的吧 应该吧 应该吧 好 这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发生的一些小趋势 然后台南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推荐大家 对啊我觉得我那次没有吃够 真的吗 对 你没吃饱 有吃饱 可是觉得还想要吃多一点东西 在台南嘛难得嘛吃饱了这样子 对 就吃到春也没关系 对 反正想要吃多样一点 好我们下次就是再多去景点点 阿如果有有闲的话 我们再拍一些影片 反正我们就自己拍 自己激露 自己爽 嗯 好啦那其实这个礼拜 就跟大家稍微一起的闲聊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日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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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